这是一个侧卧的 这是观音的造型吗 是吧 菩萨还是观音的 反正这个造型碎得这么坦然 下边整着一个小佛的造型 哎呀可是这个仪泰安然的这个造型 这一对也是民国的这个花皮 都是 是你带阴细的 而且相对来讲是比较完整的这一对 还挺晚找的 你问他想给他发现一位小时多少钱 是吗 这个他不知道价钱 刚才那个哥们没回来呢 具体还不知道价钱 回头再问 他这是一个这算是一个什么粉彩 还是粉彩 但是但是画的画的还是比较细的 粉彩带开光的这个小花瓶是吧 嗯 好像口言没有刻 这么看似乎是一个完整的 粉彩的带点这种百花不落地的感觉是吧 嗯 你看上面密密麻麻的这个是吧 就是那种百花不落地 粉彩带开开开窗的这个 嗯 嗯 这小花瓶 挺好 你看看这个像鱿 嗯 你说这一下还像鱿 哦 你说你喜欢那个是吧 这不是柳树黄鹰吗 这算这是黄鹰吗 这个白头 哦 这是富贵富贵白头啊 富贵白头 我一看 我以为是那种什么民国常见的柳树黄鹰的啊 这是富贵白头啊 白头鸟 冬瓜罐 这个是上面是有冲 好像是 应该是有明显的有一道冲 这个是一个小放水瓶还是什么 哪个 多二多 哎呀就是就是钻了眼了是吧 这是像这种钻眼的啊 十有八九就是说回流的可能性比较大 是吧 其实就是老外们都特别喜欢中国这种东西 然后把它做成灯套 有好多 但是也不排除咱们 国内的有的人啊 当时没有把它当回事 两面两面开窗的是吧 这个东西你说算不算什么玻璃白什么的呢 还是说就是普通的白柚吗 玻璃白究竟是 玻璃白究竟指什么呢 玻璃白是一种跟那个人才打底的一种也是一种白 是啊 是不是这个要打了眼的这东西这个价钱就大打折扣了 是吧 相当于残气的 对 这有点有点可惜啊 什么时候的 这个 晚清 嗯 晚清时候的 这说不定正好把那个款给打了 或者说没有款 没有款 这也没有 就是没款 那晚你看这个是什么时候的 嗯 这是什么时候的 这就是晚清的 晚清的 嗯 晚清说不定还往前一点 前他别的别的地方挺完整是吧 好像没有冲 越早了 也没有什么冲 也没有 就是底下 画的越密 越层次感 他这个都是稀稀拉拉 花都不按花了 花的太稀疏了 这个卖多少钱 换 我有外卖 有他 你 回头问一下 有一天 叫